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一看规定时间内哪位宝宝折返的次数最多 那哪位宝宝就可以进入到我们下一轮游戏当中了 我们这个游戏考察的是宝贝们的协调能力 跳跃能力 以及外物和身体的一个协调能力 好 请五位蓝猫做好准备 各就各位 预备 大脚鸭向前跳 加油 哇 2号小蓝猫 好有劲啊 对 这个游戏是要手脚一起来协调的 现在那2号蓝猫已经开始折返了 哇 2号小猫动得好快 1号也很快 这个游戏对体力的消耗还是很大的 2号宝宝已经完成了一个折返 1号小猫加油了 3号加油 5号加油 加油 加油 手跟脚要协调起来 加油 1号宝宝还在蹦 其他宝宝可能太累了 都掀了下来 好 5号宝宝加油 加油 加油 又摔了个跟头 加油 2号宝宝你摔了好几个跟头了是不是 没关系 好 瞧 我们2号宝宝摔了个跟头还要哈哈笑 好 继续出发 加油 好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问问我们宝贝累不累 累得都说不出话来了对不对 累得都翻白眼了 后背都出好多的汗 这个游戏特别考察我们宝贝手脚的协调性 如果协调能力差的话可能自己的脚呢出去了 大脚丫就翻过来了 我们看到呢我们的2号宝贝摔了好几个跟头了 问一问啊 你刚才摔了多少个跟头啊 一个跟头 我怎么记得不止一个呀 那起来为什么还哈哈笑呢 好玩吗 好玩 好玩是吗 平时玩过这个游戏吗 没有玩过 是不是在这个游戏当中发现自己的脚变大了 变得像小鸭子一样是不是 是的 那你再跳两下小鸭子怎么跳啊 哈哈哈哈 瞧我们这宝贝跳得多高啊 好了 那么我们小猫队完成了这一轮游戏 我们看一看 接下来的小鸭子队 他们这个脚掌呢 跟我们这个道具啊 特别的契合 是不是能跳得更好呢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有没有发现 我们的道具啊 特别像小鸭子的脚谱 那说到这儿呢 小鸭子队的小朋友已经闪亮登场了 来认识一下他们 啊 现在我们就要看一下小鸭子队的表现了 各位 预备 出发 大脚跳跳跳 这个游戏呢 一定要道具和身体特别和谐 要不然呢 就容易从这个大脚板上掉下来 啊 我们的一号小鸭子还会自己整理这个大脚板呢 三号小朋友已经折板了 加油 对 只有这个手用力 把我们大脚板尽量提起来 并且蹦的高一点 这样呢 才能够快速向前 加油 四号小鸭子加油 五号小鸭子又出发了 跳得高一点 对 太棒了 一号小鸭子加油 四号小鸭子已经蹦不动了 但是呢 他还在很使劲的往前蹦 五号小鸭子也没劲了 其实这个游戏特别的累 需要呢 小朋友们使劲的蹦 五号小鸭子加油 一号小鸭子呢 又开始勇敢的出发了 加油 三号小鸭子你真棒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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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号小鸭子个子小小的 但是呢一直都没有放弃 加油 五 四 三 二 一 时间到 我想问一问 一号小鸭子每次都自己整理一下 是觉得哪不舒服呢 我鞋子老是掉 鞋子跟这个上面这个固定的地方老是掉 对不对 嗯 那你着急了没有啊 有点着急 有点着急 但每一次自己都特别有耐心的整理 是不是 这游戏好玩吗 好 那你继续吧 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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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棒 五号小鸭子你不累吗 你累不累呀 累吗 累 出汗没呀 我摸摸 后面都出了好多的汗了 是不是 这游戏好玩不好玩 好玩 家里有没有这样的大脚掌啊 嗯 如果掌了这样的大脚掌 那个是不是会跑得更快 好吧 那么你就继续吧 好我们一起看一看 会有哪几位小朋友进入到下一轮的游戏 进入四十二到四十四月零段下一轮游戏的宝贝是 小猫队一号 小猫队二号 小猫队三号 小猫队五号 小鸭队三号 小鸭队五号 祝贺六位宝贝